台中市防疫成绩亮眼 市长卢秀燕说 这要归功于大家的努力 这期间有许多民间企业 投入防疫工作 TBC群建善尽社会责任 捐助500万元 协助市府其心来抗疫 下午卢秀燕市长 也亲自颁奖给有功民间企业 更有在地团体 制作了公益歌曲 《亲爱的朋友》 要用音乐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亲爱的朋友 这首歌在市府防疫 英雄颁奖典礼上播放 这是首次公开发表 要以音乐疗愈人心 带来正能量 别忘了我们还有梦想 我的朋友 别忘了迎接受过 我不要沉浸在山洞里面 我们应该用另外的想法 我们走出这个山洞 所以它不是一个悲情的歌曲 它应该是一个疗愈的歌曲 我们在场的所有防疫英雄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们生命当中 为了这个城市这样的付出 守护我们的城市 守护我们的市民朋友 你们是城市英雄 台中市长卢秀燕谈到 这次疫情当中 许多医护为了照顾病患 必须抛下家人 让他很不舍 此外也有许多民间企业 出钱出力 协助市府共同防疫 才让台中防疫成绩如此亮眼 以最快的速度走出疫情阴霾 今天下午颁发给民间团体 及公务同仁超过300位 TBC群建也在这次颁奖名单中 在去年疫情严峻期间 捐赠500万元作为防疫基金 TBC全有限电视身为台中市的在地企业 肩负地方媒体之责 TBC台湾宽平大家长 戴董事长感受到这场防疫 需要大家齐心努力来共同对抗 因此特别捐出500万元 给台中市政府作为防疫急需之用 希望借此抛装引玉能够 让更多的企业以及团体来共襄盛举 慷慨解答来帮助这场防疫作战 能够顺利完成 TBC群建善建社会责任 电进一步照顾医护健康 提供上百份大地酒店制作的养生汤包 并在疫情严峻期间 台中市召开疫情记者会 协助直播作业 让市民第一时间了解台中疫情 配合相关措施 让台中防疫成绩名列前茅